好,我们现在来看一下,呃,全新贴的一个教程,然后这边的话呢,是一个真机啊,iPhone6的一个金色版,好,首先呢,把屏幕,还有周围这些机器呢,全部都清洁一遍,好,清洁完之后呢,首先我们先贴,先贴哈,清洁完之后呢,把手机,背面上上, 好,在大家面前的呢,就是两个,呃,我们的一个前膜,一个后膜的全新贴哈,大家可以看到哈,呃,都已经有贴好的一个衣标在这边哈,那么方便大家进行撕开,那首先我们必须先贴一面哈,上面这一个部分大家看到是一个,呃,辅助贴膜的一个地方哈,那么用一面呢,先将辅助贴膜的地方哈,撕开来, 还可以看到哈,呃,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可以对准机器的金属位,比较金属线哈,然后呢,利用摄像头孔位呢,哦,利用摄像头孔位呢,对我们的想听哈,进行的,呃,比较好的一个定位哈,还可以看到哈, 这时候呢,我们整个这个摄像头孔位和听筒哈,非常完美的一个对准哈,包括我们下面的一个圆孔,可以看得到哈,那这个时候呢,在贴下去之前哈,先对,可以先对屏幕哈,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清洁哈, 再次清洁哈,那么清洁完之后呢,像我们普通贴膜一样,啊,将它对准哈,这时候呢,我们需要一个刮卡,可以看到哈,刮卡呢,按照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这个位置哈, 嗯,魂慢的,将它的气泡,哎,排进,哎,因为我们这个胶呢,是,呃,跟硅胶不同哈,所以呢,排气的时候呢,尽量要慢哈,慢的话呢,才会,呃,气呢,会排得会更加的一个,好,OK,可以看到哈,呃,前天的一个排气呢,呃,就完成了哈,可以看到, 好,格式区内哈,基本上是,呃,没有一个,气泡的哈,那么现在呢,我们把,之前定位的一个部分呢,将它撕掉哈,OK,大家可以看到,前面已经贴完了哈,将刚刚,呃,按不下去这些虎边呢,现在去掉二面之后呢,嗯,可以,大家可以把它按下去了哈,因为有二面在的话呢,我比较硬哈,还是贴不下去的, 这样一个情况,但是去掉二面之后啊,可以看到哈,贴得非常的完美啊,一点气泡都没有的,看一看哈,好,我们的前模教程就到此结束了,好,刚刚我们,刚刚我们贴了一个情节啊,现在的话,然后后期,在后期间定位的话,呃,那个比较简单的,就是, 那,我们是三点,那么大家可以看到,那有三个孔位,那么在我的膜上面呢,也对应有没有很可以的,那么,可以用这个膜,如果这里定位的话, 好,如果这里定位的话,后面左边的右边,大家可以用它,呃,这里有一个衣标,先加衣标,伏干一点点,就是说我们把这个, 把这个衣标,把它立起来,先对衣标,先对衣标,先对衣标, 好,我们对准的一个情况下,将这个膜哈,哎,慢慢的我们把侧边这个位置哈,稍微把它按压一下,因为它的着力点的话,可以更大一些哈,所以再检查一下哈,有没有一个偏移,有偏移的话可以试试的推进一个调整方法 好,这边定位OK之后呢,那么,跟天前天是一样的一个方法,嗯,就是说呢,需要一个挖卡,将气,慢慢把它排进, 因为后贴呢,本身是一个金属的材质哈,排细的话呢,呃,肯定是要比前屏的要容易的多,啊,大家可以看到哈,我一个, 多,对,已经准确的贴合在这里了,啊,刚刚的话呢,刮的时候有点偏, 嗯,可以,搅正一下哈,大家可以看到哈,我的指纹已经留在这个胶上了哈,其实这个是没有关系的,因为我们这个胶呢,粘性比较大哈,其实你留下了指纹,那么在,呃,后续的一个, 现在背贴呢,呃,平整的部分已经有了,那么在,呃,撕掉二月之前呢,我们可以看到哈,这个膜呢,是比较难,比较难,现在侧面的话,因为它毕竟, 所以我们在撕掉二月之前呢,先,纤维的,把它们应该上去,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,右三角出现一段满足,这样,我能, 设备的后面,我们撕掉我们的,嗯,二月,还独特的设计,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, 这时候我们把,二月撕掉,哎,大家可以看到哈,二月被撕起来了哈,那个撕起来的时候呢,那慢一点呢, 我们再把我们的,血,撕了,快点,可以看到,哎,二月被很轻松撕起来了,那这个时候呢,就可以进行, 呃,边框位置的一个,呃,边框位置的一个,呃,边框位置的一个,呃,轻轻的用手指按一下, 嗯,嗯,嗯,那么遇到这种,孔位比较适的位置呢,大家可以看一下,孔位比较适的位置呢, 大家可以看一下,孔位比较适的位置呢,来,我们进它就,嗯,稍微轻点用手指,垂直按一下的一个方式, 它的孔位会变轻啊,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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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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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谢谢大家